人没本事 一看便知 越是没本事的人 越喜欢做这些事 非常准 人们未来的走向 往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性格格局三观素质 都在悄无声息的构筑着未来 那些有本事的人 在年轻时就斩露头角 至少他们身上就有着无穷的潜力 反观那些没本事的人 他们普遍具有这些特征 毫无魅力 也毫无发展的可能性 劝我们敬而远之 老人们说 没本事的人往往是这样的 很准 每天一点新思路 每天一些新感悟 欢迎订阅珠子国学 总是太认死理 英国高官丘吉尔认为 固执已见的人往往做错事 坚持是人生的美德 而过度坚持就成了执念 把自己圈在固定的边框中 就失了灵活 让自己走正确的路 才能保证不会错位 高考钉子户唐上俊 从18岁参加高考开始 非清华不上 在他的认知里 考上清华的人才算有出息 未来才有奔头 于是他一年年的考 非要完成自己的梦想 这一考就是15年 但唐上俊望了 人生不止清华一条路 命运也不会因为他的执念 而多加青睐 多年的时光 他一年又一年的耽误在高考 这场比赛中 无法到达终点 把啃老当光荣 都挺好一句中 苏明成毫无疑问是全剧最美本事的男人 他母亲的强势间接造就了他的懦弱 无论生活中出现什么困难 他绝对不会选择自己解决 在他心里最有用的做法是 回家寻求母亲的帮助 无论是求学 是工作 还是谈恋爱结婚 这些所有可以体现一个男人能力的事情 一直都是由他的母亲插手并主导的 他明明收入也不低 但花钱从来没有概念 即使结了婚成了家 依然不停的消耗父母 甚至还把啃老当成光荣 有时就把父母当成避风港挡箭牌的男人 在风雨来临时 往往是最不堪一击的 不懂装懂 一瓶子不响 半瓶子晃荡 越是没有本事的人 越是动静大 喜欢炫耀和夸夸其谈 为的是遮掩内心的自卑 不懂装懂的人 大多不会将时间花在做事事上 而是用言语伪装自己 仿佛自己就是有本事的人 举个例子 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 有一个人分享了自己对某个事情的见解 另一个人站出来反驳 问他为什么 他又说不出原因 就是嘴硬说感觉不对 这种不懂装懂 非要装自己啥都懂的人 就是没有本事 还喜欢找存在感的人 遇到这种人 不能深交 更不能和他一起合作 不然会被坑很惨 喜欢到处炫耀 老话常说 才大不可气粗 鞠躬不可自拗 殊不知 正是这样过分的高调张扬 和肆无忌惮的妄尊自大 成为了毁灭自己的导火索 清朝雍正初期 也为在夺敌之争中 为雍正立下了汗马功劳 年庚瑶一直备受雍正的重用 加上在平定西北的叛乱上 年庚瑶又是守宫 他一度成为朝廷最以重的边防大将 然而年庚瑶性格骄纵狂妄 自是劳苦功高 到处炫耀自己的功绩 也有不少人借此怕他的马屁 雍正对他的跋扈无力非常反感 屡次敲打却被其无视 便将其一扁再扁 最后赐死欲中 这世上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不想就此止步 就要懂得虚怀弱骨 喜欢无视生非 对于普通人来说 如果自己能力不足 第一反应 普遍是加强学习 弥补短板 争取日后进步 可是对于无能的人而言 他们既没有坚定不移的心性 也吃不了勤能捕捉的苦 他们唯一能想到的方式 就是将池子搅浑 浑水摸鱼 混淆视听 只有这样 他们躲藏在混乱背后 别人就无法及时发现 其实他们才是一切错误的始作俑者 但是这招始终是耍小聪明 无法长久 如果碰上精明能干的人 一眼便能发现他们的马脚 将其揪出 与我们而言 一旦发现身边有这种人 请务必保持距离 否则跟他们在一起 必将永无宁日 爱贪便宜 人性最大的弱点之一 就是爱贪便宜 并且常常会为之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电视剧《大宅门》中 白家老三白盈雨 便是一个极其贪图小便宜之人 当白家产业比较景气时 他中饱私囊 公然侵吞了公银 而且对此拒不承认 堪称厚颜无耻 当白家遭遇外部打击时 他又执意分家 敢于为了生存和享乐 充当汉奸 毫无底线与原则 每次占进了便宜 他还会为自己找理由和托死 企图掩盖自己的自私和无耻 在他眼里 满足一己私欲 远大于其他任何事情 为此他甚至不惜出卖家人和祖业 正如红英明所言 讨了人事的便宜 必受天道的归 越是爱占便宜的人 往往占不到便宜 嫌弃 优秀的人 待人接物 往往千和有礼 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谁的身份和地位 而有鄙夷的思想 相反会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学习别人的优点 来弥补自己的短板 越是那些本事不强的人 越是想抬高自己 看清别人 有人觉得自己有正式的工作 便嫌弃别人打工朝夕不保 没能力拥有铁饭碗 然而不是谁的起点都是一样的 只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吃饭 站得端 行得正 不干别人的事情 反倒是那些假公己私 只顾中饱私囊的人 哪怕身居高位 品质也好不到哪里去 越是优秀的人 越不会看清别人 更不会随便踩低他人 懒散成性 别人的财富永远都是别人的 只有自己将钱转到了手 才能说个人有能力 这个社会中不乏败金的男女 渴望找个有钱的另一半 好让自己衣食无忧 而他只需要付出自己表面上的感情即可 这类人的典型特点 就是不想通过自己实质性的努力来获取财富 总想着依靠别人 对朋友 亲人来说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可一旦超过了互相帮助的界限 变成了依赖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并不是好事 越是依赖 就越降低个人的能力 没有独立的面对事情 人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能 依赖不仅会降低独立能力 还会让人产生惰性思维 有什么困难 总想着别人给你解决 长期不去自我思考问题 就会慢慢变得懒散 以至于一般的小问题 也会让他猝不及防 经常勾心斗角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喜欢搬弄是非 勾心斗角 看到别人买车买房 便试图散播流言 得知别人超越自己 就设计险害 他们把所有时间都用来与其他人斗争 却忘了真正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 是他的能力 见识和学识 越是整日思考如何赢过别人的人 越会输得一败涂地 因为他们失去了提升自己的时间 想要在人生之中有所建树 就一定要戒掉无端的争斗之心 专注于自我 道圣和夫曾经说过 成功人士和非成功人士只有毫里之差 把时间都用来投资和提升自己的人 就已经在毫里之间赢得胜利 他们才会是未来最受瞩目的成功人士 守株待兔 没本事的人 只会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 缺乏脚踏实地的行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们总是幻想一夜暴富 或者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成功 拥有远大理想是所有人的追求 将其切分出数个容易达到的小目标 便是将好高物远 变成稳扎稳打的唯一途径 有人说选择比努力重要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这是为不能全力以赴而说的托词 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是困难的 也为人性为难 但这又并非痴心妄想 也为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靠的是能力与努力并济 真正有本事的人 懂得一不一个脚印的朝着目标前进 他们深信 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通过切而不舍得来 小事情大声势 很多人把很小的事情都弄得声势好大 唯恐所有的人不知道 这种人也比较容易招仇恨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不要声势太大 把问题给解决就行了 特别是一些小的事情 就不要到处炫耀夸奖自己了 毕竟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样是很容易得罪人的 而且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一套的 所以小事情好好解决就行了 不要弄得惊天动地 这样是对自己的发展很不利的 如果你把声势搞得太大的话 那么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巴结别人 一个人自己没有本事的时候 认识谁都没有用 可偏偏很多人 不会这么认为 总把自己的不成功 归结为没有一个可靠的人相助 于是就费尽心思去巴结他人 当一个把命运交给了他人 也就带来了十足的不确定性 会帮助你的人 不用你多说 也会甘心情愿帮助你 而不想帮助你的人 只会把你的巴结当作一种笑话 甚至利用这一点 不是戏弄一下你 或者给予你会帮忙的承诺 等到真正需要出手的时候 却悄然抽身而去 一个人对于任何事情都要相信事在人为 要明白求人不如求己 靠任何人不如靠自己 要预先做好规划 可进可退 而后按照既定的计划 一步步扎实地走下去 万一中途发生率什么偏差 也不会惊慌失措 而是早有应对方案 目光短浅 目光所及的距离有多远 未来就能飞多高 有些人没有出息 每天生活的浑浑噩噩 看不到自己的出头之日 对以后的日子充满了不确定 会在某个安静的夜晚 内心彷徨焦虑 而毫无办法 事实上 他们所缺少的是一份 彼此看眼前更长远的目标和计划 如果你从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而只是在意每天的掩饰起居 你的生活便会围着柴米油盐旋转重复 毫无变化和上升的空间 你只是活着 却没有活出自己的精彩 所以才会在没出息的漩涡里越来越深 不要把自己困在当下 试着让自己的目光看向更远的地方 没本事的人 常以己之乐 说他人之苦 卑矣 有本事的人 管以己之力 助他人之常 乐矣 真正有本事的人 都能沉得住气 把时间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 不乱说话 不乱花钱 不发脾气 这样人 在人生路上才能越走越远 霞光万道 一以生辉 正面 转眼 不乱花钱 但是 不乱花钱